Hi 大家好 我是李斐 我是Jack 好久没有拍房源了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间最新代理出所的房子 地址是12829 Four View Court 在Chino Hills这个地方 然后这个房子是四房三玉三车库 4175尺 占地有11800多尺 Chino Hills这个地方 在洛杉矶五个county 我觉得是东西南北的正中间 它去往Rancho Cucamonca 去往Irvan 去往洛杉矶City 或者是去往Riverside 都非常的方便 核心的地段上面 而且Chino Hills的学区很好 风景秀美 它是一个丘陵型的城市 很多房子都有view 比如说我们之前也有 然后它可谓是人节地灵 出过很多我们熟悉的NBA球星 像Lamelo Ball 浪州 Ball 都是从Chino Hills徒徒徒徒长长大的 这边还有个非常有名的National Park Chino Hills Regional National Park 而且我里面还看过它们 是 我熟悉的很多中国男兰的明星 我们就不讲名字了 他们房子也买在Chino Hills 是 我听说了 所以跟着明星们买不会错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Chino Hills这间房 Let's go 好 再继续给大家介绍这个房子之前 我们来到了这个房子三角下的Trada 对 刚才我们说过Chino Hills这个城市的位置 在整个洛杉西大区很好 它这个房子在整个Chino Hills的位置也很好 我们身后是85度C 我们面前是Chase银行 那边是费典 然后火锅 鲜玉鲜 鲜玉鲜 然后边上有打狗一个台湾小吃 然后我看到这边还有Windies 还有DollarTree 对 在下面一个Plaza 下面一个红绿灯是大华 大华99 对 里面有Omomo 非常有名的奶茶店 对 然后斜对面是义美早餐店 是 然后这个Plaza里有Costco Lowe's 就是什么都有 基本上就是中西 你所有需要的这种超市生活率的全部都有 开车三分钟之内 严格来说这下山一分钟 走路可以到的地方 就是走路可以到 所以这是一个走路可以到购物中心的三井豪宅 Zither Harp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请进 我跟Jack一起一边带大家参观这栋房子 一边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房子的许多优点 首先讲一下户型 纯美式这栋房子 进门右手边 下一层台阶 我们到了这样一个会客厅 我身后大大的窗户 光线非常好 我们今天是挑了一个傍晚时分开始拍摄 因为想给大家看一下它的夜景 其实白天的时候光线充沛 那第一个优点 给大家讲一下这个房子的装修 真材实料 这个壁炉在我之前的日常生活Vlog里面 我提过 第一次我们来想办法布置这个房子的时候 屋主给我们介绍这个房子 他问我们你猜这个壁炉多少钱装修出来 我当时猜的是2万 2万块钱 我觉得我猜的已经挺高了 就是已经很当时你说完的时候 我就觉得这2万块钱 我们家装修都不可能花2万块钱装修壁炉 结果壁炉收据显示它是6万9 6万9 接近7万块钱 因为它是整个一个浴石的壁炉 从这个壁炉可以看出来这种房子当时原始在建造的时候 那屋主真的花了好多钱好多代价 对 正餐厅 上一层台阶两个罗马柱 这个气氛一下就起来了 这种就是很高贵很古典的感觉 这个房子的颜色配饰装饰可能不是我们现在最流行的那种年轻的 比如说浅色浅色或者是简洁明快风 但是它的装修品质绝对在线 就每一处细节都可以体现 这些吊灯吊顶墙面地面的地毯 我们踩在脚下软软的跟现在那种普通的地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那Jack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厨房 对 这个厨房呢先用的全部都是大理石 然后石木地板 然后所有的这些冰箱 这些appliances全部都是非常有名的Viking 冰箱是subzero 然后我们在这边洗碗的时候 这边有一个大玻璃 这个就是房子我个人觉得最大的卖点 它的view是全景的view 现在是夜景 可以大家看一下非常漂亮 白天呢可以看到雪山 这边有一个大玻璃璃璃璃璃璃璃 现在可以看到汽车的这个车流是71号高速 很棒的 对 那讲到71号高速这个房子的第二个优点就是它的位置 Location 我在开头的时候跟大家讲过东西南北正中间 那位置有多好 Jack来作为土生土长的洛杉矶人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几条高速 它这个房子上了几条高速 对 超快超便捷 这个房子它位置就刚刚有说过 Chinoto这个location算是中央位置 然后这个房子往东开 三分钟就可以上71号高速 那71号高速连着哪里呢 连着91 连着57号和60号 然后大家都知道如果住在本地人是知道71号高速是几乎不堵车的 所以真的是非常方便 然后如果我们往东开 这个房子往东开直接接60号高速 然后去罗兰港吃饭非常非常近 J91的话就到我们家耳湾 到24号 对 上耳湾就很近 我过来差不多20多分钟 差不多 是 那厨房旁边我们是一个另外一个早餐的区域 一般纯美式的房子正经的美式房子 都有两个厅 两个餐厅 我们刚才第一个会客厅 待会我们会介绍家庭厅 那除了正餐厅之外呢 这里还有一个你可以做早餐厅 或者是平时家庭吃饭的地方 对 这个早餐厅的旁边有一个双开的门 可以到达我们的后院 我们待会去展示后院的风景 先往室内给大家一一介绍完毕 再往前走 是这个房子的另外一个亮点 巨大的家庭厅 巨大 我们今天晚上特别选了这样一个时间给大家展示 就是给大家感受这个氛围 穿过这些大的玻璃窗 你看到外面的夜景 很舒服 不是每个房子都有这样的风景的 所以我自己在卖房子的时候 我经常说 两个东西确保你的房子升值 第一个view view是升值的 第二个学区 对美好的风景的向往 对美好的教育资源的向往 是每一个家庭共同的追求 是的 所以这个厅 挑高 大挑空 然后非常开阔 三个巨大的玻璃窗 带view 另外一边是推拉门到达我们的后院 非常非常舒服 还配备了一个小的酒吧台 里面一个小的冰箱 一样有红酒可乐等等 洗手吃 洗水吃 洗些水果 在这里如果有朋友 一般性的朋友 你基本上是让他到你的会客厅 聊聊事情就走 对 好朋友邀请到里面家庭厅 酒水招待 水果招待 一起看看秋儿聊聊天 这个空间足够宽裕 孩子们围绕着壁炉打开之后 围绕着里 来回奔跑 这就是典型的美式中产会上的 这种富裕的生活 应该很少有这么大的family room 那家庭厅旁边我们楼下有一间洗手间 这个洗手间从装修还是讲装修啊就可以看出来 这花好多钱 真的 当年的时候洗手盆 这洗手池台面 跟我们现在花的几千块钱可能都已经不是同日而已 对 而且户型上来说 它一楼有一间很大的卧室 无论你是坐卧室 做书房 做锻炼的地方都很好 特别是如果有跟老人一起住的话 对 就不用爬楼机 很方便 然后这个房间出门右手边 我们是三个车位的车库 三车位车库在新房中现在也找不到了 对 然后这个车库也算是oversize的车库 然后我觉得这个房子不光是车库oversize 它几乎所有的房间都可以说是oversize 因为现在你说四千多尺的房子 它做的是四房三宇 可想它每个房间每一个空间都是非常大的 现在四千多尺的新房 恨不得跟你说六个房间 对 四个房间通常二千四百尺左右 对 所以虽然我们的房间数不够多 但是非常宽裕的空间 住起来非常舒服 非常舒坦 装修品质就好了 通过双开的French door我们到了后院 这里首先是一个California room California room 一边我们连接着家庭厅推拉门一边是我们的户外休闲区 对 非常舒服啊我们加州的这个气候 后面没有任何的阻挡 后面没有任何的阻挡 那接下来讲这个房子的第三大优点就是它的Low maintenance 非常低的维护费用 对 它不同于比如说耳湾很多地方新区建设费 哦 sorry 我们可能吵了邻居家了 它没有任何的新区建设费 只有1.1%的地税 对 然后没有HOA 对 没有HOA 在我昨天的耳湾优缺点视频中跟大家讲过了 有HOA你被管得死死的 什么事情HOA管得你 这边没有HOA 你想加建 你想做任何的颜色的改变 这是你自己的事情 你跟City去申请就行了 City一般只管你的安全 对 还不管你的样式 好 总结一下这个房子 好的位置 好的交通位置 好的学区 生活便利性 到超市 到餐厅 甚至到罗兰港 到哪里都很方便 是的 对 然后学区的话是八分学区 八分学区 优秀学区 对 华人很多 生活便利 自然好 好格局 好格局 因为虽然卧室数不够多 但是足够大 宽敞 其实这个才是现在大家更渴望的一些户型 说缺少的 对 现在房子就是面积不够大 硬给你做了很多的空间 是的 每个都搁得很小 对 这个房子就绰绰有余 另外就是街道很安静 Code Sack 对 我们一开始录那个开头的时候 街道好有小朋友在玩 对 对 我们后来换了位置 等等 对 最后就是可发展性 这个房子你想改二楼的loft 你想加件后边的deck 都可以 没有HOA管着你 然后递递税递物业费 是的 没有物业费 对 这个房子特别适合一个single family的一个家庭 4000多尺的想要这种大户型 真的很少 前院很大 三个车位的车库 后院 包括侧面的院子可以停房车停船 对 所以依然我们会做open house 本周六周日下午1到4点 Jack在这里等大家 这个房子不会在市场上停留很久 这是Chino Hills这个地方 最鼎鼎好的房子了 对 所以如果想在这个位置上买真正一间好房子的话 就是这一间 是的 好 欢迎大家来参观我们的open house 我们今天的视频先到这里 拜拜